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接下来呢在今天的赛程准备要送上的是在四场的对决部分 首先为你送上是在女子单打的四场比赛 我会成为 今天为你要是杨沐勋 杨教练 教练你好 主播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么提到呢在四场女子四场的第一场比赛将会是由李小霞来对上石川家重 那提到这两位球员呢他们在先前八场的比赛当中呢 特别是在李小霞的部分他是4比0来击败了刘诗文 那刘诗文也是目前呢这个世界排名第一个选手 所以这场比赛获胜之后呢也让李小霞是非常的激动 那么另外呢在日本这边 日本选手呢石川家重则是在八场比赛赛赢 这个4比2来击败了郑宇靖 那宇靖算比较可惜一点 那所以呢这是在女子四场的第一场对决 待会呢还有第二场的比赛是由冯天威来碰上的是中国的选手丁宁 而在两场女子四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 接下文林颂是在男子四场的部分 那男子四场呢基本上都是中国选手的天下就是中国内战 对没有什么意外 对啊 他们这个主力全部派出来 对对对 也是目前呢在世界排名前次的选手 这一回呢都有参加这一次科威特公开战的对决 男生比较可惜那个水谷准 在第七局啊十比四领先 被许希连赶了八个球 这是比较可惜的那个水谷准最有机会赢了一次 是这真的很难想象 连赶八分耶 对对对对 表示许希的心理素质非常好 而且你在看他落后的时候啊 他没什么表情 他还是照着这个他的节奏在打 所以是非常抗压性非常强的球员 是相当可怕 可以在这种局面之上 快被淘汰了还是连续赶了八分 对对对 很少很少见 是 是 那么再回到这场比赛女子四强的第一场对决 李小强是以4比0 在八强的时候呢 是击败了刘诗文 所以他的状况呢 是目前感觉起来相当相当不错 调整到一定的水准 对对对 那毕竟呢 在今年是要奥运的盛会 所以对这些选手来说呢 都趁着这个阶段来进一步调整 那逐渐 当然是希望可以在奥运的更有更好的表现 对对对 主要是说越接近奥运呢 大家的那个那个实力都会开始慢慢的展现 然后最主要是说 最主要是不要受伤 好 就是越到最后越不要受伤 会影响球技等啊 一阵子休息就是李小强有些伤 就是说要开始慢慢调整 不要受伤 最主要是不要受伤 是 对 那这是最大的重点 对 就是好不容易你状况调整到一定的程度 结果受伤 是是是 就影响了技术的发挥 对 那所以趁着这个比赛当中 你可以来好好调整一下 毕竟呢 来培养他们实战的经验 当然这些选手都非常有大赛的经验 对而且双方都对战了好几次 对都非常熟悉 对 那么在 8强的时候呢 李小霞击败刘诗文 他赛后也有提到 他当时并没有想太多 就是一局一局拿下来 是是是 就是说他就是没有想太多啦 一分一分的打一分 然后就是融入在比赛情境中 这样会这样对那个也比较不会紧张 是 这个是最好的状态 对 那刘诗文的这个输球之后 就就有提到 那可能训练的量还不是很足够 所以回去会再多练一些 是是是 但也可能是双方都在试探什么球路啊 有什么 还有什么新的技术新的变化 是 大部分都是开始在试 对方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然后遇到奥运的时候要怎么因应 所以他们这些选手也知道这个 之后到奥运 会碰头 就是会互相碰头 对对对对 所以都是有时候富山试探的 说不定也是有些保留 他有些技术也不用还是什么 就是会长招就是 对有可能是这样 留到后头来用 对对对 那么在石砖加传的部分呢 则是以4比2几败的正义 既然刚才有提到 那也算是为他的队友 福元爱来报仇了 是是是 有一定在先前是把福元爱给打下嘛 对对对 非常难得 就是说正义竞经过 四卸锦标赛这样 有大幅的成长 是 然后这一次又赢福元爱 就表示他的基数有更上一层楼 在这个四卸锦标赛的对上中国之前 几乎是不败 对对对 就是表示他的水准有一定的水准 对对 那么现在双方的对决开始 是由李小翔来率先发球 而且他也拿下了第一分 这边在回档的时候呢 最后还是没有打进去 那么石川也拿到了第一分 1比1 那目前石川他的世界排名 是排在第4名 那李小翔呢 呃 他排名是排在第8位 第8位 所以他如果赢石川的话 他的积分也会往上跳 跳蛮多的 哇 双方来回非常快 在香辰的情况之下呢 石川这球最后没有打进去 对 只要说打到香辞球的话 一定是李小翔会脏上风 我们看力量比较大旋转比较强 对 哇这次的接发球呢 并没有接好 嗯 直接来碰到网子的地方 2比2 那接下来呢 又是轮到了李小翔的发球 只要被他上手 开始抢攻的话 那力量都是旋转都很强 很难防的这个球 哦所以他在击球的旋转 其实质量是非常高 对对 而且他一定会 比如说会控制住石川的反手位 因为你反手在拉的 毕竟力量没有正手那么大 哦你看他这个就是 钉钉的左手 反手位这个 力量比较轻的这个地方 抓的就是石川他反手的地方 对对对 因为石川也很少侧身 也不敢侧身 你侧身完之后 你的正右方的空档 就大了 你就要移动步伐 这就很累 哦你看一开始都是往这边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李小霞他拟定的战术打法 就是来打向对方反手的地方 对对对 反手的位置 反手的位置 哇这边要侧身来拉 对 一定会打到说石川会想强行侧身 这样他的就重继了 他就会往正手去还是什么 你就被牵制住了 现在先弄他的节奏 对对对 就是先控制住他 然后他看他再往正手去 他一定会偶尔往正手去 这个李小霞 先憋住他那边 憋住反手位 确实没错 战术很明确 反手的位置先把他压制住 而且他刚才才打到了 在中路这条位置 也比较难去抉择 对对 中路你发不了力 然后你在 你过去之后 他再往你两边去 你就会 步伐就动了 力量就不大 所以他就是用左右 差不多在他反手位 另外在中路这边来控制对手 对对对 就是不让你发力 不让你变左手 左手的优势 主要说我的反手 对到右手的正右方 这条斜线 他不要让他打这条线 一开始是相当的明确 而且也取得分数上的领先优势 是是 6比4 对这很明显 他就是锁住 然后我给他正手 让你注意力到反手之后 再偏到你正手 然后你这样也牵制住 你又来我正手 他的心理就会犹豫了 到底你要往哪里 到底是要往哪个方向 对他也不敢乱车身了 他就是这个就很明确 哇那这场比赛一开始 石川等于是被对手压制住了 对对对 就一开始就已经 照着这个模式在打 哦是不是有点乱掉 连杰森的发球也 也没有接近 对 而且他在跟他打相持 力量啊速度 也是比李小霞轻 所以他这一场要跟他打 不会很好打 所以他会越打越急 或者是越打越凶 这样石川这一边 哇这边的反手过去之后呢 等于是送球给到了李小霞的身上 他们都是有准备的 给你反手 你最多只能拉直线 直线过来 我也跟你相持 你拉到我正手 我就反拉你 所以他这个很明确 一开始分数就已经 后面这几拍过来 等于我就有机会抢攻 对对对 分数就已经拉 拉开很明确 没错 就同教员所分析的 那在第一局的比赛 现在当中的石川家纯 越来越糟糕 而且这个落后的差距也越来越多了 对 他一定是会越打越急 或者越打越发力 这样 现在李小霞呢 是拿到了局点 哇 又是用正手来压制到了对方 所以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呢 最后李小霞是以11比4 率先的抢下来 目前局数1比0 石川家纯 他现在哇 有一点麻烦了 因为刚才就同教练所分析 所评述的一样 在整体的打法方面 他都是落在下风 是是是 这边算是有点运气 对 而且石川一定会尝试说其他的发球 刚才他就发一个勾球 但是还是不如预期 他一定会尝试一些变化 所以看石川怎么解决他的窘境 所以现在石川整够尽量来做尝试 对你看他这一个球 李小霞就往正手去了 第一颗就往你正手 他让你说 你准备我反手 我现在给你正手 让你乱掉这样 因为在前一场比赛呢 李小霞是击败了刘诗文 所以他的心态 他的气势是非常强悍的 是是是是 那也因为前一场比赛获胜 所以信心肯定是非常非常足够 对对对 看石川怎么扭转这个 这个不好的态势 看他怎么马上快速的调整过来 对对 哇 但现在来到了第二局 是是是 已经连丢四分了 是是是 目前好像找不出 那个可以破解的方法 这样下去这场比赛不太妙 是 又是轮到石川的发球 刚才教练有提到了 他可以在发球的部分多做一些变化 对 这边是终于拿到了第一分子 那另外还有就是 以这些部分之外 就是期待 李小霞可能突然打不好 对对对 像刚才这个球拉过去 就是他回防的时候 李小霞回防准备不及 这边是再来一颗 所以石川目前在比数的部分呢 来看到追到了2比4 但是他也必须要在对方发球的时候好好注意一下 理定一些战术 接发球方面呢就是不要让李小霞能够说 很好的第一板的上手这样 这边快速来回 那进入到湘池这个阶段 通常都是石川落 对 有点趋居力的事 对对对 就因为他的力量啦 的旋转呢 还是跟李小霞有一段差距 比照起来比较不够 只要说李小霞能够前三板 不要说乱丢 他只要打到湘池阶段 他就非常好 他的心态一定会很稳定 我一定不会输你 因为在前面 湘池的过程当中带给李小霞很大的信心 对对对 那么现在比数呢是来到了5比3 还是由李小霞暂时领先 还是一样 他连那个叫做挑 我们叫反手挑 也是挑他反手的位置 全部都是打对方反手的位置 对对对 因为他反手起来的质量不高 他根本不会怕这种 同样这一次呢 是又带到反手的地方 但是李小霞呢自己有出现个失误 对 现在比数呢是还是由李小霞领先6比4 他在第一局呢是有把两 双方的分数给拉开11比4 是 对那个旋转都很强 是 这一次的石川他在转换 这个要抢攻的时候 也不太好 对对 喔不太好来进食 是 同樣又是在這個池川拿到四分的時候 分數再度被拉開 這邊比較難得比較少見 連續兩拍正手的搶攻 剛才第一顆李小霞在接發球就有點高了 被石川抓到這個機會 所以還是發球的 可以先為自己找到一些主動權 對對對 就是在發球上面多做變化 旋轉變化 落點變化 然後用你的正手去突破 看看有沒有機會 他有什麼招 應該是說李小霞基本上 對他很了解很清楚 他有什麼招式 那比分呢 現在是來到了9比5 也是比賽的後半段 哇 在對拉的情形之下 這回又是石川掉分 10比5了 對 那李小霞是再度拿到的局點 那李小霞是再度拿到的局點 這邊嘗試用個反手擰球 對 好像效果也不好 對 因為你有什麼招 他在腦子他都知道 所以你這個動作出來 他的直接反應就出來 都很清楚 很清楚 對 所以在第二局的對決當中呢 李小霞是再度拿下來 11比5 目前局數2比0 在女子4強的對決部分 那麼對李小霞來說呢 他在前面的兩局都打得 應該算蠻輕鬆的 對 在整體的戰術運用方面 他是設定的非常好 也能夠來壓制對手石川加純 目前的局數是來到了2比0 那在前兩局呢 分別是11比4 以及11比5 兩局呢都拿下來了 對 我們就是看這個石川如何解決他 這個困境 在這個第二局的時候呢 他嘗試用發球的部分 來為自己找到一些機會 對 那在最後一分呢 他還是用反手擰球方式 但是都沒有太好的效果 對 因為他現在這幾招 看起來都沒什麼用 是覺得說 比如說石川他可以用反手啊 加轉到李小喬的反手位看看 李小喬不要側身 就是他反手起 然後他再 像這樣 就是類似李小喬接石川這個 這個方式來對付李小喬 也是一樣批到反手位 然後等在兩邊 反拉他 他可以這樣嘗試看看 他現在這個球 就是戳長球下拳 沒有用到 看他會不會想到的用這一招 哇 這邊現在彈點來擺短 對 擺短 但是也是出高球 是李小喬拉丟 所以剛才等於是李小喬的機會 對 他是說自己的失誤 也可能是說 你忽然擺這麼高 他忽然反應來不及 跟他的腦袋的預想不一樣 不太一樣 臨時變招來不及 對對對 但至少呢 是石川在這一局第三局 首度取得的領先 對 3比1 哇 又是被逼到 反手位的對決 對 正反 李小喬正反 兩邊的質量都很高 所以看看能 往中間突破看看 但可能他 他發球也不讓你往中間去 他一定都會想到 你要怎麼對付 弱點應該都會想清楚 對對對 對 這邊剛才的是第一板就來搶了 對對對 一定是石川一定會搶得兇一點 力量他會加大力量一點 那這應該是石川唯一的機會 對 然後再看看李小喬的失誤 然後看有沒有心理起變化 這樣有可能會 會贏一下 因為他們調整很快 他一局輸了 他馬上調整 哇 石川就明顯打得很兇 對 如果搏到了還有機會 所以他現在對石川來說 只能夠拚球 對 石川一定是用 要拚了 質量會加高 但這樣也會 所以自己的失誤率會變高 對 除非那個時候很順 他被拚到 哇 感覺來了這樣 可是現在也沒有辦法 對 只能夠這樣來拚 哇 結果在接八球的時候呢 李小喬這邊是出現了一個失誤 對 所以在現在的第三局 目前呢 石川還算了以前 5比3 對 就是說李小喬在這一局呢 有點無味失誤比較多 好 欸 這邊應該又是李小喬他自己的問題 對 那反倒是在這一局 石川呢有點把他的氣勢給打上來 嗯 哇 哇 這是很難得看到 在香齒的情況之下 最後 是由石川拿到分數 對 因為剛才這兩顆球 有沒有 就是說第一顆 他反手拉的時候 輕輕的讓你接不上力 第二顆 他輕輕擺你正手 你也接不上力 他可能用這種軟的 來對付他 讓你不好接力 喔 喔 連續取分喔 對 現在李小喬的分數被壓制在只有3分而已 那比分呢 是拉開到了8比3 好所以現在石川也直接找到一些破解的方法 對 就是 輕 對這輕 巧克力是輕的 借力 這是輕 那很明顯 那李小喬在回解的過程 應該是沒有辦法借到太多的力道 對 哇 這邊 閃身的正手 那終於呢 是破解了 突破了在前一段時間 得分的第一潮 現在比數來到了4比9 嗯 現在比數來到了4比9 嗯 再拿下2分 呃自己發球這2分呢 把握住就可以搶回一局了 對 走 喔 就是說 判斷 原來是想出台 忽然變短了 他反應來不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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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這邊呢 變線之後 喔 結果李小喬在現在的這一局呢 第三局 反倒是讓對手呢 給打回來 對 目前在這個第三局呢 十一比五 石川把局數追成呢 一比二 嗯 繼續再回到這場比賽 那麼日本的選手 石川加純呢 他在剛才的第三局 呃 教練有分析到 他在回球的部分呢 是力道 嗯 可能放得比較輕一點 對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讓李小霞在借力 以及在回球 都出現了比較多的失誤 是是是 所以最後的比數呢 是由石川 十一比五 那也把局數搬成了一比二 嗯 那等一下看李小霞怎麼 再解決他那一局 輸的那個狀況 看會扭轉過來 剛才何教練討論之後 應該可以 嗯 畢竟他非常有經驗 對 他可能說在接八球的時候呢 不要要求他們高 先讓他進 喔 藉指減少自己五位失誤 再來打相持球 先減少失誤 對 哇 喔 從剛才那一局第三局開始 那雙方在相扯的情況之下 最後 石川呢都可以 拿到一些好處 對 因為他這個 這一條線路就是左手 比較優勢的線路 正手對右手的反手 喔 所以他慢慢也拉到了自己 對 所以李小霞可能等一下 還是會回到一二局的那個路子 往防守去 喔 用反手的地方來壓制對方 因為在第一局第二局呢 當時李小霞就是靠著這一招呢 來取到分數的領先 嗯 完沒錯 又是壓在對方反手的地方 但是 喔 石川又準備了 對 因為他這一 他反中間回去的球 質量不高 被石川抓到 所以他發力 哇 又是石川呢取得領先了 嗯 在第三局還有 現在的第四局呢 都是一樣 哇 這一球拉起來 那李小霞這一邊想要反拉 對 失敗了 對 你看他接八球之後呢 石川往他反手去 然後李小霞把這個球往他正手去 就是 就是左手最喜歡這條線 左手的正手對右手的反手 所以他是連續失誤好幾顆 都是這一條線路輸 然後他現在逼 逼直線的時候這個質量不高 變成說石川這個力量可以加 加出來 對 喔 現在石川是慢慢把這個路線引導到自己這一邊 對對對 所以在李小霞接八球可能要改變一下 路線啊 他擺的位置可能會改一下 要再換一下 換一下然後再回來看看 這樣 所以他們有些些球會再試 試看看這樣 好 哇 延續反手的來回最後 李小霞呢 拿下分數 嗯 所以這邊變成是李小霞 他主動來做一些正手的反擊 是是是 就是改變 原來的反手 失誤多了 他就改一下用正手來進攻 喔 好球 欸 這一球他發的是在石川正手的地方 對 然後有點出台被抓到 所以他果斷的發力 剛才他的想法是要打正手 嗯 但是發的太出去 對對對 這邊來回石川好像有點生氣喔 對 最後是剁腳 對 他是不是覺得剛才錯過有點可惜 嗯 對 就是打得不好自己 氣自己 這樣 有沒有 現在他開始往這邊了 然後李小霞開始 剛才那一顆就開始 自己為自己鼓勵 提高自己的那個專注興奮 有時候他打得太悶了 他開始鼓勵起來 把氣勢往上帶 那希望可以回到在前面兩局的氣勢 李小霞現在是把比分給追平5比5 這邊的反手進攻 結果後面還是一樣 嗯 呃 所以目前畫面上看起來的石川還在想 嗯 嗯 哇 又是壓在石川白石手的位置 嗯 所以同樣一個路線呢 你的力 力量太大 力量強跟力量輕就不一樣 你力量輕 對手就有機會 反應回來 你力量強就是得分 就是差 一樣的我們說要打那條線 但是質量還是有差別 哦 那麼現在石川呢 就是看局勢不太妙 對 所以喊出了一次的暫停 是 那 這回來跟教練討論一下 對 因為目前的 呃 這個情況呢是有點落在下風 他還可以再做怎麼樣的改變 對 因為教練剛才已經有分析蠻多 對 比如說發球 那另外接發球 以及呃 在自己正手的路線呢 都可以控制回來 對 不過經過了前面的嘗試之後 現在呃 呃 李小霞搬到又重新取得上風 又開始 回來了 也可能他可以回去剛才他領先的那一局 他比如說李小霞發力 他就借力 把這個球 帶點選手拖高高的 他可能在那個 節奏上面選手 加個變化 哦 節奏的部分再調整一下 對對對 不要跟他硬碰硬這樣 輕一下看看 哦 哇 這個送球給對手 嗯 看看這一下呢 是 暫停懷之後也沒有拿到分數 所以現在李小霞變成了8比5 是 因為石川勇敢的側身 但是他側身的路線已經被李小霞預判了 所以他在那邊等他 所以是說他改變的也很好 但是人家 比你早一步在那邊等你 哦 他已經有準備了 對 而且準備的相當充分 9比5 對 就是說他的習慣性被抓住 比如說側身 他就喜歡拉那條線 所以他一打完 一接完 你看你側身 他就自然反應在那邊等你 就是你的趨勢被抓住了這樣 都知道對方在回擊的時候 側身要打哪一邊 對對對 這邊是自己沒有拉好 嗯嗯嗯嗯 現在的比數呢還是李小霞取得領先 9比6 哇 突然發了一顆長球 通常在比賽的尾身 這樣長球的情況 好像蠻常見 對對對 因為領先的那一方呢 就是比較 信心比較足 啊落後的那一方 看你發長球 他不太敢發 因為我出力就 就是一分就輸了 所以他力量會有保留 你一保留就是 等於機會給對手 還有充分的時間反應 對 所以關鍵發長球呢 在領先的一方 都是很好用的 石川剛才呢 又拿下了一分 所以現在比數 是追到了7比10 喔好球喔 這個就是說 他過去的質樣輕 已經被石川抓 石川是很果斷的 往他正手 所以目前呢 這個石川把戰局給撐住 對對對 那追到了只有兩分的落後 3比1的局數跟2比2是差很多 是 在思考的方向就不一樣 嗯 嗯 嗯 這邊拉起來打的是李小霞 反手的地方 喔喔 所以李小霞也知道這一局的重要性 他現在趕快喊出來再暫停 畢竟這一局是來到他的局點了 是 但是那一分一直拿不下來 嗯 嗯 嗯 就是說 石川在加鑽給李小霞拉的時候 拉過來然後貼 石川貼過去這個球 李小霞拉 這個球 接得不太好 他有好幾顆失誤都這種 這個方式 看起來沒什麼 他就是失誤了 所以說有時候就是石川大膽 切長球轉的給李小霞拉 然後他用被動 先防一板再來打 可能有機會打一下 所以就是待會呢 在 雙方這邊應用的一些戰術來回 對 有時候你主動攻呢 就是他都在那邊等你 有時候你反而呢 我給你攻 然後我再來打 他不建議攻得好 對我用被動再變主動 有時候這樣又反而會好打 對 所以就是說變來變去 在那邊 好 那麼現在對李小霞來說呢 呃 還是他的發球 所以 可以好好來做後面擊敗的戰術 對 以及呢 在進攻方面的連接 嗯 10比9 再差1分 李小霞就可以拿下這一局了 看李小霞是不是又突擊一場球 看他是不是 膽子這麼大 沒有 哇 哇 喔 結果 他這一球是發在對方反轉的位置 但自己好像 對 那最後沒有打好 對 石川只是說碰一個短球 他就急於加轉出去 然後自己失誤了 現在雙方來到了Dews 從原本有大比分的領先 結果全部浪費掉了 是 哇 那這一球是左右來回的調動 對 就是說石川一側身 你的正手空檔就大 他就可以給你跑 哇 雖然在前面呢是被追回來 不過呢李小霞最後還是能夠穩住局面 在Dews的情況之下呢他是以12比10來擊倒了石川 目前的局數打成了3比1 那所以這會給石川呢是帶來一些壓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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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川在這一局呢 是率先拿到的第一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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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拿到兩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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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這球的李小柴這邊是要擺直線 對 直線質量不高 左手拉球的旋轉判斷的不好 防的不好 側身 但是旋轉很強 所以也不好拉起來 好 哇 這一季的回拍連續來了兩次 那最後的實創還是依舊拿到的分數 就明顯 我還是要試一次的相持球 不過這一回呢是讓李小霞 取到了這一局的第二分 所以他還是這一條線 還是佔優勢 這突然鎮守了猛攻 石川是完全擋不住 比分再度追上來變成了3比4 還是石川的發球 這李小霞已經等好幾拍 他想要閃身來打正手 對對對 那後面這一下 是終於給他逮到了機會 剛才企圖非常明顯 好球喔 他這個就 他就不用反手反拉 他用彈的 他改變了一個節奏 用彈的 突然彈的速度這麼快 對對對 他忽然改變這樣 因為你用帶的喔 對手比較熟悉 你忽然加個彈 有點下層 那不一樣 隨便是要拉起來 對這顆球就是剛才講的 有沒有 就是說石川他也是 加賺給李小霞的反手位 對 就是跟他 對他他對他的模式一樣 對他 我在這種情況之下好像在石川 他也是嘗試測身搭 他還有改變 突然想要來變正手 當然比較可惜 李小霞這一分都沒有搶下來 對 看李小霞那個表情 手在那邊倒 甩了甩了 是不是 變形了 還是說那邊有傷 打好幾根有時候手 在那邊甩甩甩 欸 結果自己這一拍是怎麼回事 沒有打好 他輕的過去嘛 然後李小霞他也是 帶小摩擦而已 他過來可能節奏不一樣 他本來在這邊等 怎麼忽然在前面 對 所以他的判斷是有點錯 對 7比6 李小霞呢 現在取得分數上的領先 哇 哇 石川是不是有點急 對 所以你看他打 就嘗試 力量要加大 那就會 自己失誤率就高 他想越發力 對 想要 是不是他想要嘗試 一板就來擠垮 對 一板趕快打 不要打到箱子 哈哈 喔 這邊又是被壓到反手 對 所以石川的再度丟分 是 比數來到了6比9 對 哇這不太妙了 對 你越急呢 對 對手越穩定 然後你急了 你怕了 他就越 我慢慢跟你耗 我就慢慢來就好 好 這邊 那是 終於 難得取到了分數 對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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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雙方這次來回都是互相不停在變線 對 對 打雙方 好像打不過去 哇 打不透他 最後都是被擋回來了 嗯 10比7 那麼也是來到這場比賽 在了match point 所以石川 哇 這個想要再翻盤難度是有點高 是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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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這次發生比較無謂的失誤 對 我剛才這球應該沒什麼被壓不倒 因為他改變了喔 叫做反手擰 我們叫反手擰 他本來都是用挑球 他 忽然跑來反 跑來正時候用反手擰 這個旋轉有點變 就這樣 喔 但對李小小來說呢 他還是有兩球 是 對 兩次的機會來終結這場比賽 喔 結果這一分又丟掉 對 哇 他們現在石川呢 追到了9比10 對 就是說 石川發這個球 下旋的力量比較強 他判斷錯誤 喔 哇 在拿到賽末點的情況之下 李小小是讓對方都是把比數給追平的 對 10比10 是 沒有想到石川可以挺住這個壓力 嗯 就是說這兩個接發球李小小處處理的不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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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還是在連續丟粉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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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自己沒有拉好 沒有拉好 對 石川就是可惜 差差一點點 對 對 差一點 呃 石川浪費掉了剛才那次的機會 對 所以現在的李小小又把戰局打成了DUNE 對 他應該也是發他反手位為主 長短都可以 他應該會鎖在那一邊 然後自己主動上手 喔 沒錯 果然沒錯 哇 後面這邊應該是李小小他可以把握住了 對 就是說他本來是判斷他是不是要切球 然後結果石川呢側身就拉他 然後 欸你怎麼拉我 他在反應已經來不及了 那個擊球點已經錯失了 所以他一拉就出界 跟他想的不一樣 呃 剛才那一架對方是拉得太突然 嗯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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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讓石川給救回來 這反應很快 李小小小 呃 12比12 又是DUNE 對 呃 兩位呢在第四局還有現在第五局呢 都是打到的DUNE 就是說他這個球就是盡量不要出台 來 對啦 嗯 我結果石川這一次接發球 這是蠻重要的一球 嗯 呃他沒有接好 對 13比12 12 最後想要再回來用正手 呃現在石川呢又急咬住了 嗯 然後這場對決 13比13 還是DUNE 感覺像李小小有點急的感覺 想趕快結束這個比賽 有點這種感覺 太趕了 對 對 哦這邊的來回呢李小小還是 哦再度獲得了優勢 14比13 但他就差那關鍵的一分 對 就差那一分 對 就是李小小在處理球的時候啊 不要有那個太輕啊 就是說果斷一點出手 他太輕就是石川有機會 抓到這個可以進攻的機會 所以李小小在接的時候應該要穩定一點 慢一點點 哇 機會 所以最後這一次的機會球呢 石川沒有把握住 那雙方呢在這一局是拼得非常非常兇 李小霞15比13 最後擊敗了石川家純 李小霞呢是以4比1的局數來獲勝 晉級到最後的冠軍Final 那就是我 好 那就是我 你 好 好 好 我好